《种子舞团》国际共创新作体 至10月12至13日 将于台南文化中心原生剧场首演 这是舞团首度与瑞典Dance Film In Weeks First 艺术节策展人Julia Elstrand的 联手共创合作编创 透过舞者肢体表现 现代人面临的家庭与事业两头烧线状 即有舞作呈现生活样貌及所处世代 艺术节策展人Julia Elstrand表示 所以它叫《MonoFlock》 所以基本上是关于 《Flock Behaviour》 那是最初的概念 《Bird of Flock》是在一起 《How are you an individual in a big group》 《How do you navigate this world of relations》 《How are you an individual and a group》 《How much are you affected by the people》 《Or say the world around you》 對 它其實就是在《MonoFlock》 這個東西就是群聚性的 就像候鳥在飛行的時候 它們都是一群一起在飛行 就像我們儲存在社會一樣 我們在社會群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群 那當我們在群體的時候 你怎麼在群體裡面保持 你自身的一件事情 那你的自身又會被 這個群體怎麼樣去影響到 你個人的這個作品 所以 繼續 對 然後 我認為你能看到很多的 在這篇篇範圍 有不同的關係 與人之間 與人之間 而 我認為 是更有趣 看到 眾眾所描述的 自己的 我會留在這篇篇範圍 看到什麼 在這篇篇範圍 有什麼關係 我認為有很多 可以找到 但是 這就是 在這篇篇範圍 是 放了很多的群舞 也很多的雙刃 其實它是讓這個作品 非常的 開放式的 讓觀眾去享受 這個作品 當你看到這篇篇 你怎麼感覺 在你的自身裡面 可以分享一下 我會在這篇篇範圍嗎 是的 就是 朱莉朗她的創作風格 跟我很不一樣的是 她不喜歡 在動作裡面 數拍子 所以其實我們最後那個畫面 跟一剛開始的畫面 其實 只有她這兩個畫面 就是在數 就是這兩個 Section 是在數拍子 其他的東西 她其實非常喜歡用 機率性的音樂 去做創作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你每一場 看完你的演出 你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就是每個舞者的 步伐 空間 距離 跟出現的時間 其實都不太一樣 就呈現每一場 都會不太一樣 用機率式的方式去創作 那我們不是跟朱莉亞第一次工作 就是我們 一剛開始我是去紐約上課的時候 在2015年 我在紐約上課的時候 就遇到她 就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推薦我說 你應該去上一個人的課 她的東西你一定會非常喜歡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遇到朱莉亞 我真的好喜歡她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 我就問她 邀請她有沒有機會 到台灣來這裡交課 然後想要把她介紹給我的舞者 所以我就把她帶來台灣 然後認識總子舞團 然後那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 然後呢 她來了兩次之後 她就發現 台灣的舞者生得非常棒 所以她其實在瑞典 她也做了一個藝術節 就是駐村的藝術節 然後她就有一年她就問我說 你覺得你想不想把你的舞者 帶來瑞典 然後我就說 這麼好的機會 怎麼可以錯過呢 然後 但是她就說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支付你們的交通 但是你們只要落地的交通 住宿所有的東西 表演什麼東西 都由我們支付 我就說這太棒了 所以我們就飛到瑞典去 然後才發現瑞典那邊有一群 他們就是一個森林 他們家 我還跟她說 你到台灣我們岩埔 我住在岩埔 我說岩埔很鄉下喔 就是那邊什麼時候 他說 他來的時候說 哇我們那邊比你更鄉下 當我們去瑞典的時候才發現 他們那邊真的嘲笑一下 打開就只有森林跟母 所以就去那邊的時候 但是有一群藝術家住在他們那裡 就是大概 有一年大概二十幾個藝術家 就待在那一個森林裡面 然後再加上我們就非常非常多人 然後每天就起床創作 然後這就是我們 我們去瑞典三年 然後來台灣已經第四年還第五年了 然後今年我們才想說 因為跨國的製作 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然後經費也非常的多 因為他們總共來了兩次 又是兩個人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壓力其實 對團隊來講 經費壓力其實是非常大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有這個機會 蓬勞他的作品 我也有機會 可以跟他一起共同的創作 我覺得這個對 不管對種子來講 對我的舞者來講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 benefit 所以非常感謝他們 然後也感謝Aurelian 他也是在法國才剛 在馬賽 你在英國演出了嗎 在英國嗎 在英國嗎 在英國 在英國 昨天 所以他才剛演完 然後他就在葡萄牙餐演完之後 他就來台灣 他才剛演完 然後他就辭掉他後面的工作 就這一個月 他必須要待在台灣 跟我們一起巡迴演出 所以也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然後也非常感謝Julia 他必須之後 還要再飛回去瑞典院 還有其他工作 然後再飛回來 十月又再飛回來一次 所以對所有的藝術家來講 這個工程其實都相當的龐大 然後非常感謝他們到台灣來 謝謝 謝謝 我一直說很多 我一直說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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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大家好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想要提問的 喔 請一下星座名稱 喔 星座名稱是體制 因為我在想他的 他的概念是在講群體的這件事 他是以後鳥的方式去做這個作品 那我們一剛開始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想說怎麼樣讓身體群聚 身體分開 所以我們有溝通了一下 怎麼樣去呈現這個作品的名字 但聚這個是又不知道 所以我們是找了一個體制的 他是身體的另外一個字體 所以我們想說體 然後怎麼樣把這個身體 存在於這個赤式空間 所以把身體存在這個空間 不管你是群聚或者是分離這件事情 然後再把他衍生到我們自身 以及社會上面這個概念 把他融合貫穿在一起 作為我們的出發點這樣子 我覺得中文字跟那個 要翻譯過來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磨合 所以當我在跟他解釋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也非常非常困難的去解釋 但是我們都有溝通過 怎麼樣讓我們的作品的名稱 讓他更廣泛一點 那其實Julia她的作品 她沒有什麼定義 她是以後鳥群聚跟獨自一個個身 身在群體中的一種感受 去做她的作品概念 所以她其實沒有非常重的涵義在裡面 她大部分是希望觀眾去感受 這個空間跟舞者的身體感 你好 就是說 請教一下 剛才那個彩排的話 滿有特色 非常好 就是說 剛剛有介紹法國 對 法國跟瑞典 但是法國是世界上好 世界上藝術也是滿有名的一個國家 文明是好 所以非常歡迎 以後的話就是說 經常來我們台灣 將舞相成共和美好幾天 謝謝 OK 謝謝 他是從法國來 然後從瑞典 所以兩個不同的國家 這樣子 還有其他的問題 或是有問題要問藝術家的嗎 都可以 好 我想分享 I wanna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the music 對 這一次的音樂製作 是完全為他的作品而做的 那這一個音樂 最後這一段的開頭 我們沒有放到開頭 因為開頭其實還有一段 然後我們希望 因為他的作品 他之前給我們的音樂 其實非常強烈 因為你知道他們是北歐民族 然後非常寒冷 所以其實就是高頭馬大 然後非常汗的一個民族 所以他們的音樂其實滿強烈 所以他給我們原本他的音樂特色 但我們就想說 用他的音樂特色 再結合台灣的音樂 所以在最後一段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聽到螺谷的聲音 就是廟與螺谷的聲音 在這個音樂裡面 我們希望可以把我們台灣的一些元素 可以把它放進音樂裡面 所以在音樂的特色裡面 就是還是具有一些台灣的風味在裡面 做我們的音樂的創作 所以大家如果來看表演的時候 不要忘了也好好享受一下 我們製作的音樂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簡單到這邊 那稍後有想要做點訪或專訪的媒體朋友 請留下來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來 謝謝 大家萬一來看我們演出 為了更貼切地呈現整場作品 此次在舞台的裝置有著大型的懸吊設計 象征在壓力的籠罩下的自我 舞者在移動的過程中 這一層無形有形的壓力 都伴隨著舞者的行径四處擺盪 就像是一層永遠看不到卻存在的使命感 一直依附著自己 這是種子舞團首次 與國際編舞家合作共同編創的作品 表現目前的生活樣貌及所面臨的世代 首演於10月12日六晚上7點30分 10月13日下午2點30分 台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受炮洽Opentix或和小姐0915717229 以上是大北門新聞網報道